我们这个地方世界 饮食 来引起人的贪心 所以在饮食当中修菩萨道 修什么呢 修不贪 讲求饮食 一定要做贪心起作用啊 没有贪心的话 样样都是好吃的 希望在饮食里 修得平等位 本今 菩萨修持品里 又说 与所受用 皆无失去 一切受用 有没有这个失去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 居为其有 啊 我们要控制他 要占有他 啊 极乐世界人 没这个念头 与一切万物 没有控制的念头 没有占有的念头 没有支配的念头 什么都没有 而且一切万物 随心所欲 他欺骗我 啊 比如切包池里的水 我想沉 想日 不是 我想性 他就 client 相情隨意 温度 我想热一点 他就他 他就热一点 想 凉一点 他就凉一点 没有一桩不如人意的 理想的 美满生活环境 这到基础了 真正是一切万物随心所欲 这个地方我们能不去吗 那么实实在在说 真正 无比殊胜的利益 还不是这个 是在那边听经文法了 认真修学 决定正的无上菩提 这才是我们到极乐世界 第一个因素 不能不去 我们要不到那里去 修成无上菩提 要无量界 无量界的时间 才能铭心见心 绝不是忽然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 谢谢您们